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外面下雨 外面露台很漂亮的 看到这里的气氛相当高兴 有什么比气氛更高兴当然加上酒 回大陆吃自助餐最好吃就是这样 还可以成芝莉 除了酒还有什么喝呢 果汁 橙汁 提子汁 当然不少我的Espresso 看看今晚有什么冷盘吃 蟹还是红蟹 青口 扇贝 喜脆螺 这些叫什么 即开生河 刚刚开始 现在人数不太多 大约10人左右 相当好气氛 之前在深圳吃过一间人山人海自助餐 那间是叹为观止 今晚相当舒服 我先吃饭 看完海鲜有什么冷盘 有些杂冻肉 这些开来看就知道是芝士来的 还有什么草食 三款 有罗马生菜 有德菜不止 番茄 我最喜欢吃的红腰酒 草和鹰嘴豆 更加不少 一系列的酱汁 除了草 也有些冷盘吃的 有些杂菜丝 这个我经常做凉拌云尔 这个比较特别 什么沙律 牛肉沙律 真是看不出 这个大家猜不猜到 猜不到开鼓 希腊沙律 转眼到寿司区 一系列寿司都做得相当漂亮 有没有刺身 刺身在底下 整个冰船都放在这里 整个冰船都放在这里 感觉上温度可以 亦是不错 沙拉尖 看一看汤 在煲 我想是吧 原中上的 凉瓜黄豆排骨汤 这么厉害 有没有西餐汤 西餐汤 有汤必定有面包 有这么大的面包 必定有刀 我又不切了 为什么 想看东西吃 接着一系列的叶盘 香檳青口 这边有牛肉卷之类 还有肉脏意粉 意大利面多些 薯仔 有杂菜 有太阳灯 必定有东西在晒 什么晒 羊腿 还要跟黑椒汁 大家也看到少少 叉烧都在晒 正在晒 还要跟黑椒汁 还有烧鸭 吃了约30分钟 大家也看到 餐厅整体环境的气氛 相当不错 以这个家庭来说 是喜出望外 今晚到现在 都不是太多人 现在约30人 大家也听到 牆的声音 都相当悠静 出店BBQ Station 相当正 我未吃到出去 吃到出去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户外烧鲍区 只看到串烧肉 已经很开心 烧多春鱼 还有一份份 好像我上次吃的自助烧鲍 有什么烧呢 烧海鲜 菇 在哪里烧 在哪里烧 现在师傅在烧蠔 这边这位师傅在烧串烧 相当有风味 爆冷爆冷 全场最抢手的 刚刚出炉 我刚拿了两只烧鸡翅 我喜欢吃 烧完 都放在这边 拿的 刚才有些 放过来 大家知道什么叫 螺非鱼 我们俗称叫做 黑质 泰式 鹽烧最棒 怎么吃 撥开盐 配香料 一流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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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 湿楼 西瓜 这股西瓜 这是圆的 火龙果 水果不太多 四款 看了水果 这些什么甜品 看酒店自助餐馨豐富 甜品做得精不精緻,相當精緻 蛋糕做得相當不錯,是否很精緻 綠茶卷,瑞士卷,還有一杯 我最喜歡吃這個,椰味,Mose,很喜歡吃 甜品質素,相當不錯 看不看,紐約芝士蛋糕,被人起了一件,懂得吃 真是食家,什麼都未吃,先吃芝士餅 還有這邊,太陽燈底下必定有東西推介 黃土酥條,一看就知道葡撻,核桃撻,寶魯最棒 看到杯就知道是吃雪糕的時間 是否有什麼回本食物,不是什麼回本食物,很特別的雪糕 但都是不錯的,全部都是有餡的 因為這個品牌我都不太熟悉,待會試試 有燒烤,還有泰式食品,說明是燒烤晚餐,有什麼燒 泰式牛肉串,雞,豬,旁邊還有泰式粉麵 有很多食物,厲害,剛才示映哥哥介紹 這裏還有積造冬蔭公,儘量少些辣,不要太辣 辣度有得選擇,有幾款海鮮,現在師傅 用湯,放海鮮去做 甜品的位置 甜品的位置 嘩,吃了兩鑽之後又和大家出來吹吹水 大家都看到,外面還未天黑 現在還不太多人 遲些還會有LIVE BANG,正在準備 LIVE SHOW 剛開始了 有一個菲律賓歌手在唱歌,順便出來拿飲品 來到陽比這個位置,最棒是這裏 等人切熟的,吃到這裏就最好 要怎樣切呢 現在外面的LIVE BANG開始唱歌 大家都看到,粉紅色的,切多一塊 拿起來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的食物的選擇,自助餐來說不算太多 特別是葉盤,十個都不夠 但其他的燒烤,泰式食品,做得相當之好 燒烤食品,剛剛燒出來,這個雞肉相當之香 泰式沙爹,沙爹的醬汁做得相當之不錯 吃到差不多,拍攝夜景 可惜今晚有少少雨落 要不然,坐出來就更加棒 除了紅白酒,還有小麥啤酒 嘩,真厲害 每次吃到尾段,也是和大家分享甜品的時間 有看我吃自助餐的頻道,我經常都說 看一間餐廳的甜品,亦是突顯到這間餐廳的質素 今晚我拿了兩三樣東西,大家都看到 蛋糕的層次各方面做得相當精細,相當之不錯 今晚的葉盤是比較弱,燒烤的種類都算不錯 整體服務,適應各方面都是充足 都會自動幫你加點紅白酒 和你收拾桌子,永遠都不會有空碟 這間做得相當之不錯 今天星期六來說,都算是旺場 很多都是香港賣套票上來的 大家看到甜品的擺設是相當精細的 裡面有一個餅底,上邊有些慕士蛋糕 中間夾了啫喱 這個椰味蛋糕,我自己相當喜歡吃 大家看看這個中間有什麼餡 大家看看這個中間有什麼精細的 看看這個,這個是花,不知道是否能吃呢 放出來一定是可以吃的 這個是藍莓的食物,我先吃東西 每樣試了少少少之後,我都說椰絲這個相當之好味 其實這個也不錯,如果花還未吃,我待會會吃 這個也蠻特別 今晚自助餐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看我職人需要的頻道 看完蛋糕又看看隔壁,隔壁 這是什麼蔥果VEN 明天早餐預告片,看看我的早餐片 今晚明天細節日早餐片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再見 上屋還有一個透明魚池 沒有特別 我們有目的地就是游泳池和露台 現在上去 這間餐廳整體的氣氛都是不錯的 我們在後面找一張桌子坐下 有小麵包必定會有大麵包 大麵包必定會有 刀 多士爐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